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还是有几个问题 必须要解答 同学们 这两天就要回中国 要离开此地 第一个问题 他问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是不是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 还是需要等到花开尽佛 无生放苦 这个问题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 弥陀非常慈悲 对于悲心很重的人 发愿殊胜的人 有特别的价值 如果是他发愿 要先度众生 后成就自己 佛也帮助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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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